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前面的课程呢,我们已经将我们的第一个demo完成了 好,那么这一刻呢,我们来对它呢,进行一个这个优化处理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页面呢 它和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对吧 比如说,我们向下移动的时候呢,它会有这些动画的这种效果 好,比如说这里,从左右来 好,那么这个动画效果的话 我们这一刻呢,就来给它注意一下 那么,制作这个动画效果就要依托到我们这里所讲到的这个Bullstrap 这个框架之外的一些效果插件来实现 好,那么在我们这个进行这个效果的这个添加之前呢 我们来解决一个问题 那么是之前我们在第八步,制作这个contact这个区域的时候呢 留下了一个残留问题 什么问题 好,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这个发现 我们现在的这个项目呢 好,我们来自适应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设备的这个屏幕呢,缩小到一定的程度 那比如说我把它缩小到一个手机屏幕大小 好,然后我们往下走 一直走,走到什么呢 走到这个contact区域,就是联系我们那里 好,走到这里 那么这里呢,我们暂时还看不出问题,对吧 没有问题 好,那么再往下走我们就看到了 好,那这里呢,这个版权信息就已经上来了 好,已经上来了 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好,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制作这个区域的时候呢 好,制作这个联系小麦这个区域的时候 我们在制作这个第一步调试它的背景的时候呢 我们是否给它加了一个什么呢 加了一个这个绝对的高度来进行调试 那么也就是这个高度它不能够自适应 好,不能够自适应它的这个高度 所以说就会导致出现在这种效果 那么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CSS里面呢 找到这里有一个这个什么contact 这里有一个这个500个像素的这个高度 我们给它去掉 好,删除掉以后 然后再来刷新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解决了,对吧 好,那么这是上面残留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做这个开发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好,注意一些这些小的这个细节问题 好,那么这是残留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刻的一个制作方法啊 制作这个效果 那么效果依托插件呢 需要三个 那么第一个呢是这个Geekly的这个 一个这个单一面导航插件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ow.main.js的这个效果插件 那么这两个插件呢 必须要组合使用 和下面这个动画机插件呢 动画机的这个CSS插件呢 要组合使用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一面 这个导航插件 那么这个单一面导航插件的话 它是用来什么呢 用来这个调试我们这个页面 在这个进行点击的时候 跳转的时候的一些效果 那比如说现在我想到我现在在尾部对吧 我现在想到这个顶部 那我点首页 好,它会很生硬 直接就跳到了这个顶部对吧 然后我点前单开发 好,直接到前单开发 没有动画效果 而我们左边看一下案例 我重新刷新一下啊 那我现在想到这个首页 好,它会慢慢的到首页去 然后点论坛 好,慢慢的往下 一直到论坛 前单开发 好,到前单开发 并且呢 这里它这个高度还 而且还是刚刚合适 对吧 我们往上一点 它刚刚到我们这个区域的顶部 好,比如说最新课程 那么它会到这个课程的这个区域边缘 对吧 而我们这里的话 这个导航呢 就会覆盖掉一部分 我们可以往上挪一点 对吧 它会把这一部分给覆盖掉 好 覆盖出这个 覆盖了这个什么呢 覆盖的高度呢 就是这个导航的高度 那比如说我导航 我们是定义的70个像素 我们点到那里之后呢 它就会盖住这个区域的70 对吧 盖住70 好,看到没有 会盖住70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插件呢 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插件它的这个方法 好,它的方法 它方法呢 很简单 我们对我们需要处理的这个导航呢 加上这个 什么呢 加上这个 它的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这个方法里面呢 还可以嵌到一个这个值 好 这个向上偏一辆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素材呢 先导入 先导入这个单一面导航插件 在这个素材里面 我们把这三个呢 都导进去 好 首先将两个GS文件呢 导入一下 好 复制到这个GS目录 然后粘贴一下 好 然后将这个CS的插件呢 好 也引入一下 好 这里关掉 如何来使用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导航是什么呢 导航呢 应该有一个什么呢 在这里 导航看一下 它这个区域 好 导航在哪呢 导航的这个Ul 那它在这个 class Levy Levy版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选中这个Levy 来给它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在底部来 底部 首先呢 引入一下这个插件 引入一下这个JS插件 GQuery 的这个单一面导航插件 然后呢 下面是定义它的这个 使用的这个方法 好 我们让它呢 在这个网页加载完成之后呢 好 然后再来执行我们下面的这个GS 对吧 好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GQuery里面的这个知识了 好 Dollars Function 好 那么要对什么这个执行呢 Levy对吧 选中Levy 好 选中这个Levy 点 NV 然后呢 给它执行我们这里所讲的的这个方法 好 这个插件的这种方法 好 复制一下 然后拿过来 给它这个贴在后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刷新我们的页面 那么这个方法呢 它就应该会被执行了 好 我们来刷新 然后点一下 现在是APP 点一下最新课程 好 看到没有 它会慢慢的上去 对吧 前端开发 慢慢的上去 慢慢的下来 对吧 好 那么 这里呢 没有这个偏移对吧 没有偏移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 它覆盖了这个档号的这个高度 好 那么这里呢 就可以使用到 它的这个向上偏移量 offside 好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拿过来 直接在里面粘贴一下 在这个括号里面呢 加一个花口糊 然后把这个偏移量 给它加上去 那么这个偏移量呢 就是我们导航的高度 好 那如果你的导航是40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给它 偏移40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偏移量呢 就刚好是这个导航的高度 偏移70 减去70 那么应该就是这块区域的最边缘 对吧 最边缘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还有问题 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把这个浏览器缩小 看一下这个适配 好 那么现在呢 是没有问题的 那比如说我现在想到这个导航 论坛上面去 我点一下论坛 好 那么通过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确实到论坛了 好 我需要点一下这里 才能够把它关闭掉 那么我们想 我想让它怎么呢 当用户再点一下这里 比如说点到最新课程之后 点一下 它到这个课程 然后这个导航呢 消失掉 那么我们怎样来个处理呢 我们可以给它这个 加一个这个GCRE的这种方法 让它这个小屏幕的时候呢 导航点击以后呢 就关闭这个菜单 而不用用户呢 自己去在手中点一下这个按钮 让它关闭 好 那么我们在下面呢 再来给它加一个这个方法 注释一下 小屏幕 导航 点击 关闭 菜单 然后上面这个的话 给它几个注释一下 上面这个是 导航跳转插件 导航 挑转 插件 好 效果插件吧 好 小屏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导航这里 点击的这个链接 它应该是怎样来选择 好 我们找到上面 好 那么这个导航的链接的话 它在哪呢 它应该 我们想让它隐藏 关闭的这个区域呢 应该是这个区域 对吧 这个区域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这个 Levelberg 这个区域 好 让它下面的链接 点击之后呢 然后我们的这个 Levelberg 这个Claps呢 就隐藏掉 好 那么我们怎样来写呢 跳到下面来 好 选中什么呢 好 选中 这个 Levelberg Claps 对吧 点 Levelberg 下面的这个链接 好 超链接A 好 当它这个点击的时候 Clink 好 好 点击的时候呢 执行这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然后点了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Levelberg Claps呢 就直接的这个 隐藏掉 好 这里复制一下 好 给它执行什么呢 执行一个这个向上折叠 然后隐藏 好 Claps Hit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效果 好 这里后面 跟上一个分号 结束 刷新 点一下 那比如说我到这个论坛 好 点一下之后呢 我们导航呢 就可以把这个菜单呢 向上折叠 隐藏 对吧 我们点一下这个前端 看到没有 向上折叠 隐藏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导航 导航的这个相关的两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内容区域 内容区域的这些这个动画效果 对吧 刷新一下 那比如说 现在到这个强调开发 我们可以看到 内容呢 一个是从左 一个是从右过来 好 那么这两个呢 它就必须要结合到 我们这里的这两个插件 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OWO.js的插件 然后呢 一个呢 是这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Element的 这个CS插件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该如何使用这两个插件 首先呢 这个必须的是 两个组合使用 对吧 那么我可以先把这两个呢 引入一下 好 这里我给大家写出来了 那么我们应该 要使用这个GS和它呢 先引入这个动画插件 动画的CS插件 然后呢 再使用这个 它的这个方法 好 这是这个GS的方法 好 我们先来把这个引入一下吧 引入一下 引入到这个网页里面去 好 先引入这个 OWO吧 OWO.js OWOman.js 好 然后呢 上面引入一下 这个动画的这个CS插件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两个 如何使用 首先我们要使用这个 OWO 那么我们必须给它 加一个这个GS 好 加一个这个GS方法 6一个 好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 放到了呢 放到这个后面 对吧 放到后面 好 直接把它粘贴过来 就可以了 然后呢 粘贴过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需要给这个 使用的这个对象呢 添加OWO 加这个 后面的这个Element 那么 这个OWO呢 它就是OWO 然后后面的这个Element呢 它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动画的这个执行方法 好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这里 把这个OWO给它加上去 好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每一块区域呢 都是有这个执行动画的 对吧 比如说 上面顶部这个 整个区域呢 它有一个向上的这种动画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顶部区域 然后呢 给它加这个动画 好 那么顶部的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那么看一下它在哪呢 顶部 找到它 好 那么这个区域呢 这个整个区域 它是不是包含了我们这个整个这个顶部这个图片和这个文字介绍这里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个ROW呢 加一些这个属性 好 首先加了一个什么 加一个OWO 那么这个是B加的 然后呢 后面来加这个Element 好 这个Element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样来使用 好 点一下这个 我们把这个点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使用方法呢 在这个网站里面 好 有非常多的这种方法 我们把这个网站呢 打开 好 哎 我们一进来就看到一个这个非常漂亮的效果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效果呢 就是我们这里要定义的这个CSS的这个类名 好 这个把它这个把这里的这个Element呢 替换掉 那比如说它默认当前 我们进行它这个Element的这个页面之后呢 它的这个效果就是这个 B-O-C B-O-U-N-C-E的这种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效果呢 拿过来 拿到这里来看一下 应用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区域 好 B-O-U-N-C-E 那么在这里 B-O-U-N-C-E 好 然后呢 再来刷新我们这个页面 哎 看到没有 有个动画 对吧 有个动画 一进来 好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到 这个时间呢 是否是很短暂 对吧 很短暂 好 那么我们可以调试一下 通过这个调试这个 O-W-O-JS里面的这种方法 可用属性 好 用什么呢 这里面呢 有四个这个属性值 可以用的 第一个呢 是这个动画的这种持续时间 好 是这种写法 Data O-W-O 然后后面要跟上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动画执行时间 我们加在后面 好 比如说现在是两秒 对吧 两秒 那么我们来刷新 很缓慢 对吧 两秒才执行完成 好 然后呢 后面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动画的延迟时间 好 延迟时间 那么也就是我们到了 这个区域之后呢 它多久才开始这个执行动画 等一下 等五秒钟 然后五秒钟之后呢 它才会动 好 我们等一下 哎 发现没有 五秒钟之后呢 再动两秒 对吧 因为动画的执行时间是两秒 好 然后 往后呢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调一下 对吧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那比如说 延迟 延迟一秒 然后执行 一秒 对吧 延迟一秒 执行一秒 好 然后再往下 就是这个偏一亮 那么这个 它的意思呢 是什么 距离可视 可视的这个区域多远 然后就开始执行动画 也就是我们这里 好 那比如说 我们想让这个论坛 对吧 想让这个论坛 执行这种效果 我们从上面下来 然后离这个论坛 离这个区域 好 离这个区域 还有多近 就是执行动画的这个区域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里 添加了这个 累的这个区域 离它还有多远的时候呢 开始执行动画 好 那么一般的话 比如说我们延迟时间长了 比如说我想到这个论坛这里 我们想让它 我到了这个 离它还有一个 七八十或者八九十的这个距离 然后就开始执行动画 好了吗 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 第二个方法呢 复制一下 离这个多远 对吧 让它呢 给谁呢 给我们下面的这个论坛的这个区块 对吧 论坛的这个区域 好 加在这里 离它还有这个 十 还有十的时候呢 执行 然后呢 执行的这个动画的这种方法呢 我们这里再来找一个 找一个 找一个其他的 看一下哪个比较好 我们这里的话 找一个 就这个吧 对吧 FL的这个 杠外 好 那么执行动画的方法 FL 好 杠外 这种方法 然后呢 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在首页来 然后往下 看一下 没有执行 找一下原因啊 找一下原因 VBS 这里没有加上OWO对吧 必须要加OWO 好 B加OWO 然后呢 再来 重新再入 还往下 看到没有 这里的话 因为它已经这个 到了它的这个距离了 对吧 所以说它会展示出来 重新再入一下 好 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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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了 对吧 它就开始 执行它的动画了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是这个效果 当然 我们还可以 给它这个 每一个呢 单独制定 这样一些动画效果 那比如说 这里有从这个 上下 左飞 左右飞入的 这种效果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单独给它们制定 好 单独给它们制定 这个 距离上面的距离呢 我们就该取消掉 好 然后把这个 方法 放到里面去 好 slide 这个记不住啊 换一个吧 换一个记得住的 好 那同学可以 自己去试一下 换一个我熟悉的 然后呢 来刷新 好 那么是这个 这是这种效果 好 然后呢 把这个动画时间 可以给它加 也可以不加 对吧 这个动画时间 我们就不处理它 或是给它加上去 给它调试看一下吧 那比如说 给它加一个 这个动画的 执行时间 执行时间的话 持续时间 这是两秒 对吧 给它放到这里 好 两秒钟 来执行我们的这里动画 慢慢的进来 好 然后呢 这里我们还可以 我刚使用的方法是这个 好 然后呢 可以来 再来弄一个这个 out的出去的这种方法 对吧 出去的 好 复制一下 好 这里改成这个out 好 出 一个是进 一个是出 好 看看 但是呢 它就真的出去了 这是这个 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 还有的就是什么呢 看一下其他的种效果 好 比如说这个 这个效果 也可以给它执行一下 好 掉着掉着就掉了 好 那么这是这个 效果插件 好 我们把这个效果插件呢 做来和我们左侧 这个演示里面一样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该如何来做 好 这里这个方法和这个 使用的这个 这个方法 使用方法已经给大家说了 对吧 好 那么大家下来可以自练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方法该如何来做 首先呢 我们需要找到的是 这个顶部的这个区域 对吧 顶部这个区域 它是什么呢 它是由下往上 对吧 由下往上 好 由下往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找到这个 这个 这儿好 找到这个 发音 好 让它这个向上 向上处理啊 向上处理 好 这里给它改一下 发音 好 然后呢 来刷新 好 看到没有 那么和我们这边的这种效果呢 就是一样的了 对吧 一样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也是 第二个这个 也是从下往上 再来看一下 对吧 从下往上 好 只是它的这个论坛的这个执行时间呢 有点短 好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方法给直接的复制过来 给什么呢 给这个BBS的这个区域 好 时间短 那么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为0.5秒 延迟呢 就不要了 对吧 延迟就不要了 好 刷新 这里对它有一个单独的处理 这里把这个单独处理 给去掉 对这个 每一个单独处理的这个呢 去掉 好 刷新 对吧 从下往上的 好 然后这个呢 是从左 一个是从左过来 一个是从右过来 好 我们找一下 从左过来和从右过来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到我们的这个 Fight in left 这个 这个里面有一个这个 Fight in left 从左过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后面呢 给它加一下 把这个 找到 找到 Hmr5这里 好 左右 对吧 左右两个区域 好 那么这里给它加一个 owo 好 这必须的 对吧 然后是这个 Fight in in left 这个是从左边过来 然后呢 这个 复制一下 这个是从右边过来 Right 好 一个从左 一个从右 然后呢 来刷新 好 一个从左 一个从右 然后呢 下面这个呢 好 下面这个的话 Botstrap这里呢 Fight in left 这个Wordstrap呢 是从下往上 对吧 从下往上 好 我们就可以用 上面的这个方法 owo Fight in up 好 整体从下往上 好 没有问题 然后再往下 是这个最新课程 对吧 最新课程 那这个最新课程的话 我们来刷新看看啊 刷新看一下 好 它是有一个这个 渐渐的 渐入的这种效果 好 那么 我们可以给它 添加什么呢 添加这个方法 好 添加Fight in 就可以了 找到这个最新课程 这里 好 给它加一个 owo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 Fight in 好 Fight in 这个呢 是这个渐入啊 渐入的这种效果 来刷新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快 时间呢 有一点快 那么时间快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这个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执行 动画的这种 持续时间 对吧 Dat 好 然后持续时间 它给它个0.6秒 0.6秒 0.6s 对吧 0秒 好 然后再来刷新 好 慢慢的过来 慢慢的出现 对吧 好 然后呢 再往下 看一下这个移动APP呢 移动APP呢 也是从下往上 好 所以说 可以直接把这个 Botoshop的呢 给它复制过来 从下往上 可乘的 这是 然后呢 是这个APP的区域 好 从下往上 从下往上 然后呢 这个联系小麦呢 联系小麦 这里是这边 联系小麦是从左 左到右 对吧 一个左 一个右过来 好 然后把上面的 拿过来就可以了 上面的这个 ATMR5这里 一个是Live 一个是Write 从左和从右 对吧 Live这里 左边的 然后呢 找一下结束的区域 右边的 Fed inWrite 好 然后呢 再来刷新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 效果对吧 这是这个效果 好 那么这节课呢 这个讲的这个知识呢 有点多 也比较实用 比较实用 那么实用起来呢 让我们的页面呢 更美观 对吧 我们刷新之后呢 再来这个 打开看一下 整体的效果 好 首先是出来 然后到论坛这里 好 然后前端开发 最近课程 那么都加载了 对吧 好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使用的 这种方法 好 那么同学们 下来呢 要多多的 这个练习一下 多多练习一下 这里面所讲到的 这些延迟 和这个 这个 这个插件的 这种使用方法 那么第一个呢 比较简单 就是两个 一个是使用方法 一个是它的这个 设定的这个 向上的这个 片量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那么到此呢 我们的整个demo1呢 就已经完成了 好 整个demo1 就已经可以 这个交工了 对吧 如果是老板的话 那么就可以 验收你的东西了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来进行 我们第二个 这个实战项目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